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采访报道 传中央巡视组密查唐山和保定 满大街是警察 近期 在临近北京的河北省 保定和唐山气氛紧张 知情人披露 由于中央巡视组秘密进驻 当地维稳升级 满大街是警察 传中央巡视组秘密查唐山保定 当地严防民众上访 大纪元近日街道爆料称 北京中央巡视组于 5月17日至6月10日 对河北省唐山市进行巡视 一座普通的地级市 被中央巡视组巡视 背后内情引人关注 知情人爆料说 中央巡视组的驻地 就在唐山子天鹅大酒店 中央巡视组有包括电话 邮箱和二维码的 三种反应问题的方式 但在公开网上很难找到 这些官员住在高级宾馆内 用餐在附近一家高档饭店 这两处均有大量警察把守 普通人根本不能靠近 就连提前在该饭店 订了婚宴的也被退订 同时各政府部门 学校等也在私下传达 不许随便扫码 意思是禁止民众去反应问题 据称 已知唐山一中 二中两校均已明确通知到 所有教师 唐山电视台连退休了 二三十年的老年人都被通知了 有的家属被通知了 别让你家老人随便扫码 别随便外出 住在保定的知情者杨天天 六月二日对大纪元表示 中央巡视组不跟河北省打招呼 直接跑到唐山 接着到保定 他说 因为中央巡视组要到保定 前几天当地维稳升级 满大街都是警察 比之前维稳还要厉害 巡视组来前保定交通大厦齐活 引猜疑 近期 一些保定市出租车司机 在交通局门前提诉求的短视频 在社交媒体流传 据知 有一些出租车司机 已联名向中央去反映 保定当局黑箱操作 欺压民众的情况 杨天天说 主要是因为出租车司机 必须去保定市交通运输局 下属的交通运输集团租车 在租金等方面有争议 5月30日中午 河北保定交通大厦突然起火 火势凶猛 而且最大火的是顶楼 保定交通大厦发生火灾后 有网友称 财务市被烧毁有猫腻 火灾发生后 财务市被烧毁 这确实有些蹊跷 杨天天对大纪元说 他问了交通局的人 他们说 确实是档案室 包括会计室 还有工程设计图 全一把火烧没了 但是没有烧到人 什么欠款呀 什么贪污那些证据 一把火全没了 杨天天也质疑 在中央巡视组 马上来保定之前 交通局大厦着火 可能另有内情 烂尾楼问题严重 民众指中央巡视组 不为民办事 杨天天说 中央巡视组来河北省 就查唐山和保定 说明这里民怨特别深 有好多人都等着报冤请的 但是巡视组官员是不干事的 据悉 保定的烂尾楼非常严重 很多拆迁户买了房子 地产商交不了 人们就天天跑到市政府门口找官员 网传的视频显示 5月31日 河北唐山丰润区娘娘庙村 被拆迁后14年 仍未获得安置的村民 发起了一场集会 要求当地政府尽快安置 据杨天天披露 唐山烂尾楼也很多 受害者跑到中央巡视组住的酒店门口 去示威 各个派出所 村委书记和便衣 赶紧去解放 他说 人们上访原来是为了退休金问题 后来就是烂尾楼 再后来就是出租车司机维权 还有政府拖欠企业的钱不给的纠纷 习近平还说 要还清政府欠企业的钱款 就是在糊弄人 他根本就不可信 天天就画大饼 大饼越画越大 这大饼早晚会破 因为它赶得越来越饱了 唠了老胡 胡之后一捅就破了 杨天天说 中央巡视组来也不解决问题 不会给老百姓一个公道 所以当权者还说 要年轻人怎么样爱党爱国 怎么可能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林燕报道 中国通解读 中共党魁为何不肯救经济 一位中国通在2024年春 在华实地调研后 发现中国民众普遍流露出 对国家和未来的担心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斯科特 肯尼迪在外交政策上撰文说 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问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共领导层 没有采取更多措施 来提振经济和恢复信心 其实大家所说的领导层 是暗指党魁习近平一人 中国经济在2024年迄今为止 仍未有明显的改善 而且高度依赖出口 在COVID疫情期间以及之后 中国经济一直表现差劲 连反弹都比官方预期的幅度小 和时间短 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关于为什么中共没有采取 更有力的措施来救经济 肯尼迪总结了人们 普遍持有的四种观点 可归纳为中共政治风格的四部 它们分别是 党魁不知道真实经济情况 不懂怎么治理经济 出于意识形态 不在乎经济死活 以及出于偏执 不同意就经济 第一种观点 党魁不知道真实情况 肯尼迪介绍说 第一种观点是 党魁不知道真实的经济情况 因为下属只向他提供 经过进化的正面报道 有人猜测 习近平对经济形势不佳 一无所知 因为下属干部们 不想告诉他坏消息 担心他会责怪报告消息的人 现在中国老百姓 担心经济陷入困境 房地产行业崩溃 还有COVID清零政策的混乱结束 对私 赢科技公司的打压 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关注 不切实际的技术 自力更生追求 以及与西方日益紧张的关系 这些担忧最终在经济上体现为 消费需求疲软 商业投资受抑制 以及中国人希望将财富和家庭移民海外 肯尼迪说 一位消息人士称 他们听说中南海的基层官员 告诉外部研究人员 只提交正面报道 另一位消息人士称 控制向习近平送文件的高级官员 与安全和宣传机构保持一致 因此习近平的阅读材料 反映了他们的偏见 不过 大多数人都强烈反对这种观点 认为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 不缺乏这方面的信息渠道 第二种观点 党魁不懂治理 第二种观点是 他不懂该怎么治理经济 党魁虽然获得消息 但其面临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清单 房地产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 生育率暴跌 不平等加剧 香港民众不满 与西方和中国大多数邻国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其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 肯尼迪的多位朋友表示 他们听说 在一些问题上 领导层就如何解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推迟了决策核心政策的推出 例如 领导层在2023年夏天将疲软的股市视为一个问题 但直到2024年初中共证券监管机构负责人被替换后 才有新措施推出 更具挑战性的是 如何能找到方法解决一个问题 而不使其他问题恶化 或者制定一个总体方案找平衡 由于缺乏共识 中共三中全会难产 从2024年1月推迟到夏季 此外 中共领导层现在由B团队组成 其中许多官员缺乏在中共中央政府任职的经验 而且政策制定权在中共内部变得非常集中 以至于跨官僚机构 以及北京与地方之间的协调变得更加困难 一些消息来源说 中共高层官员能力不足 并将现任总理李强与其前任李克强进行了比较 第三种观点 党魁根本不在乎 第三种观点是出于意识形态他不在乎 党魁的首要任务是加强中共对权力的垄断 以及他自己的个人政治主导地位 他的日常日程主要是管理安全和政治问题 而不是经济主导 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表示 习近平似乎为民族主义和中共的主导地位而牺牲经济 5月中旬中共宣布新增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以支持国企收购存量限房 并吹捧这是最大力度刺激政策 但舆论普遍认为 这个纾困政策来得太迟 同时也力度太小 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分析师在社交媒体上点评最新刺激政策说 买储备房的钱直接发给普通人多好 非要政府插一手 基本无效 还反作用 政策细节一大堆字 还是周末 搞得看起来政府很忙 为了大家加班加点 老百姓一眼就看穿 这是瞎忙活 许多经济学家说 中国经济本质上需要纾困市场 采取更多措施 帮助房地产开发商重组债务 并完成未完成的项目 同时通过直接补贴提振购房者的信心 但是中共党魁一直不愿推出这类举措 华尔街日报 在2023年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这在一定程度上 源于党魁对紧缩意识形态的偏好 第四种观点 党魁不同意就经济 第四种观点是出于偏执他不同意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中共优先发展国内技术 并尽可能多地掌握 全球供应链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 中共党魁提出发展新三样 包括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板等新能源领域 但是这些中国的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问题 已非常突出 在国内需求不振 价格保持低位的情况下 扩大后的产能唯一剩下通道 就是海外市场 这种产能过剩问题 几乎与中国庞大的房地产行业的崩溃 同时出现 因为房地产崩溃 抑制了对钢铁和其他建筑材料的需求 但新三样产业无法撑起25%的GDP过去房地产 为中国经济的贡献率 中共党魁不承认中国廉价高科技产品 充斥全球市场 并辩称 不存在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肯尼迪说 多数受访者都倾向于第四种观点 其中一些 受访者认为 中共领导层犯了一个战略错误 把堵住压在控制未来技术上 并搭上了大规模产业政策 因为放弃自由化 和对家庭和消费关注不足意味着 生产力下降 债务增加 增长放缓 以及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紧张关系加剧 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满 有人写道 各种这样那样的就是政策 就是资金 都是在救开发商 在救土地财政 在救城投公司 在救地方政府 没有一条是在救老百姓 就普通人 相反 都在想着 如何让你把兜里的钱掏出来 再背上几十年的贷款 该网民补充说 肯尼迪表示 这四种习近平不出手的原因 在严重情况下 都可能引发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 并带来政治清算 他说 若现任党魁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并改变方向 其他精英派系 可能会形成并取代现任团队 甚至于公众可能会起来抗议 并试图彻底推翻中共 肯尼迪强调说 他的这项非正式调查表明 中国社会各部分 与其领导人之间 以及北京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分歧 正在加剧 他总结说 这意味着 采取大胆新行动的可能性很小 但领导层与对立的国内外观点之间矛盾 预示着未来会出现更多的紧张和冲突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生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生 又有生晒生 白生 红生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生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为高利人参 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